本期小帅就为大家解说这部 无人倒的Diva 故事开始 女孩表面是个脑残粉 只因接到偶像爱豆拨来的电话 就不顾形象的放声大喊 她哭着对偶像诉说着爱意 没想到正当她刚刚表达完自己死而无憾后 一旁的男同学就伸手拿走了手机 原来刚刚女孩手机没电 是她借用了自己的手机 本来要收取费用 却看在对方可怜巴巴的样子放弃了这个打算 她绝对想不到竟然看到眼前这一幕 其实男孩收取费用也另有原因 男孩叫做郑基浩 有一位常常打她的警察父亲 为了摆脱这种无休止的抱怨 她一直默默地打工挣钱 希望可以攒过钱后去寻找自己的妈妈 这天她像往常一样要外出打工 没想到女孩木合竟然拿出了一万韩元递给她 原来木合想让基浩为自己拍摄一部音乐短片 她爱豆的公司正在招募播客练习生 好巧不巧她从同学的口中得知 基浩手中有拍摄视频的设备 殊不知这些设备刚开始的用处 却是用来收集父亲打她的证据 拍短片以为她只是一个无脑的追星族 没想到当木合开口唱歌却一下征服了她的内心 让年少的她心中泛起了一丝波澜 木合开朗阳光的样子 让她觉得两人是不同世界的人 她又哪能想到 木合其实和她一样 都是家庭里的受害者 这一次知道木合想要打电话报警 更是杂遍了女儿所有能用的物品 第二天 7号见木合没有来到学校有些诧异 所以放学后她就有些焦急地赶往木合家中 音乐短片木合没有来拿一定时出现了什么意外 果不其然 当她赶到木合家外竟然看到了警车 原来木合还是向警察局进行了报警 好巧不巧出警的警员 正是与她父亲有着相同秉性的基号父亲 木合父亲认为单亲家庭的孩子 问题容易被放大 所以要好好管教 打打骂骂是为了她好 没成想这些话却得到基号爸的认同 这一次木合不仅没有得到警察们的帮助 还被基号爸教育了一番 让木合爸拥抱自己的女儿赔礼道歉 木合有些惊恐地接受父亲的拥抱 木合心中有些绝望 而这一切都被基号看在眼中 等到了傍晚 基号独自来到木合的家中 把她剪辑完的视频交给对方 今晚12点就是音乐短片提交截止的时间 但是此时的木合已经没有了想法 其实看着站在台上的偶像 她只是想和对方一样没有烦恼没有担心的事 过着她向往的生活 听到这些话的基号没有多说 回到家后 她以木合朋友的名义反映音乐短片进行了上传 巧合的是她的短片刚刚发出 另一边的女爱豆就收到了邮件 而木合的命运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改变 没想到机缘巧合下 真的得到了顶流女歌手的赏识 帮她投简历的基号收到经纪人的联系电话后 第一时间就找到了木合 但是万万想不到的是 木合竟然愣神片刻后就拒绝了经纪人的邀请 称自己投稿只是随便玩玩罢了 但是她的内心远不像表面表现的那么平静 人的崩溃往往就是那么一瞬间 就当木合收作业无人理会时 她崩溃了 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 基号明白了木合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不是想成为名人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只是想摆脱现在绝望的困境 和她一样 于是放学后基号再次找上了木合 把自己的家庭住址告诉了她 基号告诉她 如果她的父亲再对她不好 不要报警直接过来找自己 到时候只要敲自己家的窗户两下 那么她就会带着木合远离这个地方 带她去首尔寻找她的偶像尹兰州 没想到木合刚回到家就遇见酗酒的父亲 如果再待在家里挨打是免不了 没过多久基号就听见窗外的暗号声 打开窗户后 她看见了连鞋子都没有穿就跑来的木合 见此 基号二话不说就拿起早就准备好的行李 还顺便为木合拿出了一双鞋 亲自跪在地上为她穿上 两人来到码头等待出岛的第一艘船 都没有注意到他们的身影已经被八卦男老板发现 恰好此时木合爸已经发现女儿好像已经出头 在她四处寻找时接到了八卦男老板的电话 知道了女儿的行踪 对此毫不知情的两人 坐在轮船上正在规划着未来 基号不经意的一瞥恰好看到了木合爸的货车 知道大事不妙的她立即带着木合进行了转移 等落座后 基号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了木合 让她忘记这里的一切 去首尔寻找她的未来 而她则下船拦住了木合的父亲 木合猜到是基号煽动自己的女儿 所以对她一点都没有客气 而此时的木合打开基号留给自己的行李 里面竟然有基号坚持许久攒下来的费用 打开日记本后 里面记录着到首尔如何寻找经纪人和她的偶像 就连住处都帮她做好了计划 木合感动不已 而基号却差点被她的父亲打得半死 随后她更是在日记本中 找到了基号和她相同遭遇的照片 一张张伤痕累累的照片触目惊心 她也突然明白了基号为何如此帮助自己 就在这时木合突然感觉到了一样 抬头一看正是追过来的父亲 两人一路追逐来到了船上的甲板 无处可退的木合看着渐渐靠近的父亲 她毅然地跨过了护栏 木合幸运地漂流到一座小岛活了下来 但是她的父亲却没那么幸运 这一刻 一直想摆脱父亲的木合不知道什么滋味 而基号知道木合有可能遇难 还一直在首尔之前相约的火车站等待 直到15年以后 另一边在荒岛独自生活的木合 也适应了这里的环境 但是她也没有放弃回归陆地的希望 还是在沙滩上堆出了求救信号 这天她像往常一样下海为自己准备午餐 不过当她上岸后却发现了一架不明飞行物 木合发现有人为操纵的迹象后立即追踪了不去 操作者有些慌张 原来这些人是清理海岛垃圾的志愿者 在木合不停地追逐中 无人机炸击了 当木合正在研究这是什么鬼玩意时 操纵者与学跑过来 质问她难道不知道无人机的价值吗 殊不知她的出现对木合意味着什么 木合有些不敢置信 自己竟然再次见到活生生的人类 而这一次见面也彻底结束了她15年孤独的海岛生活 再次吃到紫菜包饭的木合感动极了 却不知志愿者们都在感叹她惊人的海岛经历 脱离社会太久让木合和这个社会有些格格不入 即使水龙头也能玩上个半天 在卫生间简单地收拾一下 她来到大街上 一同归来的另一位志愿者宝洁出现在她的身后 给她买了一双干净的小白鞋 她脚上还穿着当年机号的蓝色运动鞋 宝洁贴心地跪下为她穿上 而这似曾相识的一幕让木合流下了眼泪 她回想起了过去 很巧合的是志愿者几人正好是电视台的记者 于是在玉学的帮助下 电视台对木合的经历进行的详细报道 而这也是电视台极为想要的新闻素材 所以为了可以继续跟进 记者玉学带着木合走上了回家之路 汽车开了一半 不知道木合看到了什么 突然让她停下车 原来她看在一个广告横幅上 看到了自己偶像尹兰州的名字 但是曾经的国民歌手要去村子里唱歌 却让木合感到了诧异 木合坐轮渡再次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曾经的小渔村此时已经成为了旅游景点 而她家曾经经营的饭店也已经改头换面 被曾经的乡民继续经营着 看见熟悉的面孔木合感到了很高兴 不成想下一秒她就被俩人扫地出门 原来父子俩人以为木合回来是抢夺房产 他们在此地已经经营了十年有余 所以认为这里已经成为他们的私人产物 欺负木合年轻不懂法律 所以想要霸占这套房子 玉学把这一幕都拍摄了下来 介绍了自己记者身份的同时 还告诉两人木合并没有死亡 所以在法律上这栋住宅还是属于木合的财产 眼见玉学想要报警 木合拦住了她 她来此并不是想要回房产 而是想打听一下郑基浩的下落 两人说木合离开后 基浩就像疯了一样 不止砸碎了店铺的水族箱 还经常会逃客来到大海遥望远方 最后更是彻底出逃 临走前还向警察局举报了父亲 为此基浩把丢掉了警察的工作 木合时隔十五年后再次来到了基浩的家中 那双破旧的蓝色运动鞋她还没有扔掉 随后她走进了基浩曾经的卧室 拿起了贴在墙上的便签 上面写着 迫切的期盼就总有一天 会以从未想过的方式实现 看到这句话木合肯定地说到基浩还活着 玉学好奇地问她难道不恨基浩吗 如果不是她木合也不用困在无人岛十五年之久 但是木合却告诉她 当年如果不是基浩 也许十五年前自己就死在父亲手中 他们一起离家出走只是为了活着而已 这句话好像触动了玉学的内心 看着木合一直戴着的运动鞋 她猜到是那名叫做基浩的男生 询问中也得到木合的确认 随后玉学看着那张老旧的便签 很熟悉 两人之间一定有什么关系 刚刚从荒岛脱困的木合并不想留在家乡 想和玉学一起回到首尔 十五年前她为了去见偶像被困在了荒岛 如果留在家乡 会让她感觉到这十五年的岁月毫无意义 于是无奈的玉学把木合带到了自己的家 让她暂住自己弟弟的房间 闲聊时木合把自己十五年前 事情说了出来 还询问她明天要不要和自己去见偶像尹兰州 玉学却问她还要我继续照顾你吗 这个说法让木合想起了一个人 木合告诉玉学 自己第一次见到她 就觉得她像自己的朋友记号 不管是年纪个性还是感觉的都很像 没想到这句话却让玉学有了想法 她问自己的弟弟 木合找的正记号能不能就是自己 原来玉学头部受过伤 丢失了高中以前的所有记忆 弟弟没有声说 让她不要瞎想 但是玉学看着那张老旧的便签却陷入了沉思 第二天她带着木合去看偶像尹兰州 木合准备了当年属于偶像的应援气球 她要全部吹出来送给来到现场的粉丝 见此玉学告诉她 不要抱有太多的希望 现在的尹兰州已经不是曾经的人气明星 听到这里的木合却没有在意 早在之前她就查过偶像的动态 来到体育馆前 她卖力地为现场观众分发自己带来的气球 一直发到会场所有人一个不辣 就在这时木合听到尹兰州的经纪人 要找和声歌手的消息 原来刚开始约定只要假唱就好 没想到主办方却突然修改了决定 尹兰州目前嗓音的条件根本无法争唱 木合问经纪人是在找带唱歌手吗 得到确定的答案后 木合果断报了名 于是出现了她在舞台上带唱的一幕 过气女星尹兰州上台前曾经喝了点小酒 走到舞台上 看到都是自己的应援气球和应援声 她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喝多了看到了幻觉 这一幕也让她想起了自己站在顶峰的记忆 回过头 看到站在幕后的木合她才确定事件的真实 但是当她刚镇定心神时 又被音响中传来的声音震惊到 刚开始她还在小心翼翼的对口心 不过随着音乐渐渐到了副歌阶段 她也好像渐渐找到了感觉 跟着木合的声音 投入了自己真挚的感情 舞台在木合的帮助下完美的落幕 现场传来热烈的欢呼声 好像让尹兰州回到了的顶峰时代 看到热烈的现场 作为粉丝的木合也满足极了 她想告诉记号 虽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她很肯定 这是她一辈子都不会后悔的决定 尹兰州来到后台询问完木合的名字后 两人感动地拥抱在了一起 也许她已经记起这个当年 让她无比惊艳的女孩 与此同时 站在远方的玉学陷入了回忆 之前在家里 她拿出那张老旧的便签询问弟弟 里面上的文字 是正记号母亲常常对她说的话 而这句话同样是自己妈妈 每天都会说的话 她感觉这不是偶然 但是弟弟再次提醒她不是正记号 这一次玉学没有轻易听信 反而在看到弟弟反应后 有些确认自己就是她 所以她把自己带入记号的角色 然后才发生了 她带木合来见偶像的这一幕 殊不知这些年 尹兰州的人生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她因为声带节节 失去了唱现场的能力 从此一带歌后 直接变成了茶舞此人 曾经她像木合一样想过一死 不知就算这一次木合 替她她演出之前 她也想过演唱会结束就去寻死 万万想不到这一次代唱 让两人的命运都出现了改变 木合向偶像尹兰州 介绍自己的名字后 没想到立即受到偶像的拥抱 即使15年未见尹兰州依然记得她 她有些心疼木合的遭遇 木合也为她的境遇感到了不平 两人互相鼓励打气 在木合的目送中 尹兰州被经纪人带走 不成想没过多久 偶像尹兰州又被经纪人送了回来 还想请木合两人送自己回一趟首尔 原来她的咖位已经没有自己的专属用车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尹兰州竟然带着所有家当 来到木合赞助的家中 其实就在白天 她刚刚被自己的房东扫地出门 此时她好像忘记了之前的落魄 在木合狂热吹捧下 开始炫耀起自己曾经辉煌的战绩 并询问木合想不想看一下曾经的表演 结果当按下音乐播放键后 两人竟然一起跳起了十多年前经典的热舞 就在这时 房间的主人宝洁突然出现 玉学本来有些担心 让木合住在她的房间会让弟弟生气 没成想宝洁看到木合后却深吸一口气 没有在意一旁的大明星 反而向木合介绍起自己的身份 木合当然也没有忘记给自己买球鞋的宝洁 这时尹兰州主动介绍了自己的身份 还说她很面熟 两人是不是曾经见过面 宝洁眼神有些闪躲 找个借口就离开了此地 剩下木合两人后 她开始讲述自己曾经在无人岛的过去 在岛上的第六年 她突然失去了生的希望 在这里她找不到生活的意义 只见她缓步走到了悬崖边 纵身一跳 直接落入寂静无声的大海 也许无声无息地死去 是她如今最好的归宿 但就在这时 一件外来的冰桶里引起了她的注意 也就是这件物品拯救了木合的性命 带给她无尽的希望 最终让她等到了救援 并且见到了自己的偶像尹兰州 尹兰州好奇冰桶里面有什么东西 其实里面只有一袋方便面和一瓶矿泉水 但是这袋方便面却是她时隔六年后再次吃的 也就是这次经历 让她找到了生活的目标和希望 那就是等待下一个冰桶 最后让她等到了那架无人机 和玉学宝杰两人 这一番话让尹兰州想起了自己 她告诉了木合 自己因为声带节节无法继续现场演唱 所以失去了一切 就当她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时 木合走进了她的世界 听到这话的木合心疼地看向她 尹兰州希望自己也能等待属于自己的冰桶 木合让她不要放弃 一定会来 也许话题有些沉重 尹兰州提出喝点酒缓解下气氛 殊不知就是这场之后的酒局 让接下来的两人都重新振作了起来 这晚借酒消愁的两人都有些喝大 尹兰州给娱乐公司老板通话时 让对方明天准备面试一下木合 结果第二天醒来时才知道自己惹事了 此时她的咖位已经要求不了什么 不过还是硬着头皮打给了曾经的经纪人 也就是现在的老板 低声下气了许久 对方才同意只给木合15分钟的时间 然而这一幕却给躲在一旁的木合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曾经喜欢尹兰州 是因为觉得她没有担心的事和烦恼 但此时看来自己的偶像好像有些可怜 她不知道这15年来 偶像尹兰州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与此同时 电视台找到了尹兰州的经纪人 让她来参加一档王牌节目 但是这位年轻经纪人想都没想 就找了一个理由拒绝了此事 原来这一切都是公司老板的指令 男人让她再坚持6个月就好 紧接着就出现了木合面试的一幕 33岁的她第一次面试就遭到令人窒息的打击 男人说比起当不切实际的歌手 让木合当经纪人也许更合适 真实的话语也许更加伤人 在无人岛丢失15年时光的她再次有了窒息感 不过这一刻 木合也敏感地察觉到男人对偶像尹兰州的恶意 木合突然想起了昨晚两人喝酒的回忆 她记得尹兰州说 只要自己的专辑总销量达到2000万 那么RZ娱乐一半的股份就归她所有 想到这的木合 马上就猜到了娱乐公司老板的目的 不停打压尹兰州也许就是不想让她拿到股份 于是想明白后 她再次走进办公室答应可以成为尹兰州的经纪人 等公司老板虚俊走后 她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李虚俊怕她 才不停地对她扑 不信她可以确定一下事实 等走出娱乐公司后 她立即让等在门外的兄弟两人和自己回家 准备计算一下尹兰州这些年的专辑销量 与此同时 尹兰州在公司思考了许久 才终于有些明白了刚刚木合和她说的意思 于是她来到公司的股东大会 说出了她曾经和李虚俊关于17兆亿的对赌合同 木合已经算出 现在只要再卖8万张专辑 就能拿下娱乐公司一半的股份 尹兰州也向李虚俊说出了此事 但是对方却不慌 说到现在还有6个月的期限 这10年她也只卖了2万张专辑 这番话显然暴露出李虚俊的狼子野心 当她还想安抚一番尹兰州时 却被对方一把摘下了眼镜 等来到了夜晚 已经决定当尹兰州经纪人的木合 递给她一张名片 就在不久前 宝洁向她曝光出自己是电视台综艺部门制作人的消息 正好之前她就想要邀请尹兰州参加节目 当尹兰州知道楼上的邻居是个制作人时 也非常惊讶 木合想帮助她修复一下自己的嗓子 但是尹兰州却主动让她来去唱歌 去唱名字叫做那一页的一首歌 还询问她难道不想见到记号吗 原来这首歌的歌词 曾经是记号跟她说过的一些话 15年前记号曾经找到过她 递出了木合的照片 请求她记住木合的名字 然后帮一帮她 给她一个机会然后再拥抱她一下 所以才有了之前尹兰州拥抱木合的一幕 后来尹兰州把此事写成了一首歌 希望木合听到可以找过来 但是她却没有来 听到这话的木合难过极了 她在天台上弹唱起了这首歌 也回想起两人年少的一幕 此时在唱出这些歌词 才明白自己身在其中 玉学听到歌声看向了天台 等她走上来时 却发现弟弟宝洁先来一捕 当年木合失踪后 七号重新走了一遍两人走过的足迹 当年她在站台上等待着木合的出现 就像现在木合等待她的出现一样 木合为了弥补这些年失去的时光 在工作中非常的认真 还在理发店找到了一份兼职 这天玉学找到她并递出了一份优盘 里面是尹兰州在2008年演唱的现场视频 原来尹兰州要参加一档综艺节目 与过去的自己进行对战 恰好这就是木合需要的资料 然而看到尹兰州的最新行程 她的公司老板却有些不高兴了 两人之间有一份对赌协议 如果尹兰州的专辑销量达到2000万 那么她现在经营价值7兆亿的娱乐公司 要分成一半给尹兰州 现在看到对方有翻火的风险 她立即安排人做了些准备 对此毫不知情的木合和尹兰州两人 正沉浸在观看过去辉煌的视频之中 期间木合还不忘夸赞自己的偶像 即使现在的素颜也是美待了 没想到对方却告诉她 自己做了半永久才保持了现在的状态 木合一脸的问号 还没等她有所反应尹兰州便问道 这次参加节目的制作人是谁 木合告诉她是一位叫做红什么的制作人 听到这个名字的尹兰州深吸了一口气 原来红什么是她曾经最大的黑粉头子 两人都互相厌恶至己 尹兰州曾经为电视台提出了非常有用的意见 却被对方认为是耍大牌 而这时成为制作人的红什么 却接到了尹兰州老板的电话 很快木合两人就来到节目录制现场 尹兰州竟然和自己黑粉头子来了个巧遇 两人上演了一出塑料姐妹的问候 见到这一幕的木合多少有些傻眼 在这时身后竟然出现了应援的声音 前任经纪人竟然带来了奶茶犒劳工作人员 两人走进询问后才了解到 这是公司老板虚俊的准备 尹兰州询问木合这是不是收买自己的招数 木合却告诉他想用临时收买 这种招数实在太弱了 然而下一秒又一位大牌出现 虚俊竟然为他找来了顶流的装造设计师 这一刻的尹兰州多少有些动摇了 他拿出一颗巧克力高兴地吃了起来 还好还是木合的眼睛血亮 不忘提醒他 虚俊代表现在的动作都是糖衣炮弹 让他不能被对方所诱惑 好像想起了什么 他放下了手中的巧克力 这次参加的综艺节目 依然是木合代替尹兰州在幕后唱歌 但是节目组却不知道此事 所以木合偷偷地拿走了一个麦克风准备一会使用 没想到却被前经纪人发现 对方好像有所准备 递给木合一张自己的名片 让他留下自己的电话 却不许备注上自己的名字 说到是为了防止被记者和粉丝发现 接下来还询问这一次是不是还有他来代场 木合没有承认 就在对方想要继续追问时 江宝洁突然出现让他快些准备一下 原来宝洁这次出现并不是巧合 他早就发现了尹兰州的一样 在联想到玉学曾经说过木合唱歌很好的事情 立即猜到之前的唱歌舞台是由木合代唱 所以有了刚刚的一幕 这一次的唱歌综艺演出 选择的歌曲正好是尹兰州为木合所写的歌曲 于是在木合深情的演唱下 这期节目得到了巨大的成功 尹兰州在舞台上说出了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他想在电视机前帮助木合找到记号 猜到他想要说些什么的江宝洁有些不淡定了 与此同时另一边一直寻找记号的父亲 看着电视上的综艺陷入了沉思 他也在守住戴兔等待儿子的出现 就在这时已经发现木合代唱的江宝洁找到了木合 让他转告尹兰州按照剧本进行下去 感到抱歉的木合点头答应 随后宝洁竟然询问木合 为什么那么想找到那位朋友 已经过了15年 也许对方已经发生了改变变成了坏人 但是听到此话后却引起木合的不满 他告诉宝洁 对于记号他很熟悉 如果不了解对方的话 请不要说这种话 这次综艺节目的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成为本周的收视冠军 新闻上更是报道歌坛女王回归的消息 感受过人生大起大落的尹兰州有些百感交集 木合安慰他 此时的战争才正式开始 他们要尽快突破2000万的专辑销售 将玉学告诉木合这期收视率超高 不要太骄傲 就在这时他收到一份外卖送来的鲜花 但是看到上面写的卡片后 玉学的脸色却有些不自然 文字上写着 让他转告木合 今晚八点 我会在那个地方等待他 落款是郑基浩 听到这话的木合 立即拿起书包和那双破旧的篮球鞋便跑了出去 他来到电视台找到了江玉学 看到上面的文字 他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竟然开心地哭了出来 有些失落的玉学找到了弟弟 他说到自己的确不是郑基浩 今天真正的郑基浩寄给了一束花给徐木合 听到此话的宝洁愣神片刻后 立刻起身追了出去 与此同时 尹兰州竟然来到公司代表徐骏的家中 并且知道他家的密码 从中可以看出两人之前的关系 并不像单纯的上下级 另一边正在工作的江玉学 突然听到从脑海中传来的声音 有人叫郑基浩的名字 最后更是出现了一个陌生的面孔 他有些不明白这个男人是谁 但是想起之前送花的男人好像就是他 他明白了木合有可能会出现危险 所以立即焦急地追了出去 而尹兰州这边 其实他还对徐骏抱有希望 他以为对方之前安排的送奶茶等行动是一种示好 即使怀疑另有目的 他还抱有一线希望 但是下一秒 徐骏却亲自摧毁了他的幻想 其实当年他放弃巨额签约金和名不经传的徐骏签约 有可能就是喜欢他 但此徐骏不仅拒绝了他 还告诉他一个残酷的真相 他已经安排人将所有专辑进行回收 所以尹兰州的销量根本不可能达到2000万张 这一刻的尹兰州也终于认清了现实 此刻站在火车站的木合 正在一脸期待等待着机号的到来 无意间的一片让他看到角落里的机号吧 等机号吧渐渐地向他走近 他才认清了来人 内心的恐惧让他转身就跑 却因为路面太滑而摔倒在地 就当机号吧要追上前时 一个男人突然出现带走了木合 两人躲在地铁站的一个角落 等甩开机号吧后 木合有些患得患失地询问他是不是机号 见此男人转过身来 脱下衣帽后竟然露出弟弟宝洁的面孔 木合看到宝洁的出现有些惊讶 不过还没等他多想 就被宝洁一顿训斥 责怪他难道听到机号的名字就可以这样被骗出来 木合问他认识机号吗 宝洁犹豫片刻 还是否认了此事 看着有些失落的木合 他马上安慰到 既然机号父亲花费这么多的精力追到这里 那就说明机号还没有被找到 也许也过得很好 在回去的路上木合接到了玉学的电话 原来此时玉学已经赶到了现场 他担心木合的安危 没想到却看到了之前是去记忆中出现的男人 通话中才了解到 对方竟然就是郑机号的爸爸 他有些惊讶 为了寻找自己失去的记忆 他一路开车跟随来到对方的住处 站在楼下看着闪烁的灯光 他脑海中浮现了一些破碎的记忆 这一刻他认定自己就是机号 于是回到家他没有上楼 而是打给了也没有休息的木合 向他道歉自己今天的鲁莽 木合却没有责怪他的分毫 反而庆幸机号没有被他的父亲找到 听到此话的玉学有些难过 他问木合 当年如果不是机号 他就不会落入无人岛 也许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大明星 木合走下来再次强调 当年机号只是帮助自己下决定吧 不成想上前却看到哭泣的玉学 此情此景看得木合有些慌张 询问他为何哭了 玉学没有多说 却把头埋在木合的肩膀 这一天对他来说有些冲击 对木合又何尝不是 回到家玉学和弟弟商量 要不要举报正机号的爸爸 但是弟弟却条件反射一般地拒绝了这个要求 并提出只要两人一起守护木合就够了 这一晚三人都个怀心思 第二天上班的木合终于拿到了自己的驾照 正当他炫耀自己的驾驶天赋时 身后传来了东西掉落的声响 走上前进行帮忙时才了解到 这些掉落在地的专辑 竟然都是公司代表回收的尹兰州的专辑 生气的木合想去找公司代表理论 却被经纪人拦下 对方为了阻止他还拿出了他代唱的视频 让他不要找公司的麻烦 不然会把这段视频传播出去 见此木合只能作罢 下班回家的路上 他恰好遇见同样回家的宝洁 宝洁让他把自己的电话号添加到紧急号码 表示如果他在工作怎么办 但宝洁却让他不要担心此事 只要打给自己就好 殊不知这句话却让他陷入了回忆 曾经的机号说过同样的话 木合试探性地问出同样的问题 没想到宝洁说出了和当年机号一模一样的回答 另一边的尹兰州找到了15年前经纪公司的黄代表 请求对方帮助自己发行之前在他公司做的唱片 黄代表同意却有一个条件 明天在自己女儿的婚礼上唱一首祝歌 但此时却是尹兰州嗓音条件最不好的时刻 于是刚当木合和宝洁回到家 正好看到喝醉酒的尹兰州撕碎情帖的一幕 所以在木合询问他发生什么事时 却遭到了兰州的埋怨 发现自己语气不对后本来想要道歉 又觉得自己好像没有错 问谁让他当自己偶像的 等尹兰州彻底酒醒后 想发短信道歉 又临时退缩了 但是被伤害的木合却把那张撕碎的情帖重新粘连了起来 第二天更是和宝洁母亲借了一套正装 要出席这场婚礼 还请宝洁给自己当一天的助手 一切准备就绪后 他打电话通知尹兰州自己已经来到婚礼现场 询问他不能来此唱歌吗 尹兰州却不打算过去 见此木合说出了一个隐藏在心底的记忆 他说到自己其实是兰州姐的第一个粉丝 那是他人生最久远的记忆 五岁时他就在春森初中的礼堂见过在领唱的兰州 那时的音乐老师其实就是黄代表 没想到这段话却打开了兰州姐的话匣子 其实黄代表当年为了培养她 竟然放弃了教师这份铁饭碗 为此还差点和妻子闹到了离婚 尹兰州不想去的另一个原因就是 当年对方精心培养自己 为此不惜抛弃了家人让他出名 自己却背叛了他离开了黄代表的公司 如果现在混得好的话 帮唱倒是可以 但是现在却让他有些不敢面对 听到这些木合反而鼓励尹兰州 他可以帮助和声 一定会让他成为黄代表的骄傲 于是在黄代表本来以为对方不来的情况下 尹兰州来到了现场 在三人共同的合作下 他们为新人唱了一首祝歌 也因为此事 尹兰州和黄代表达成了和解 事后他向木合表达了歉意和感谢 就在这时宝洁跑过来 询问两人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原来两人早就把找黄代表 发行专辑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另一边的徐骏代表却愤怒至极 原来之前他曾经找过黄代表谈合作事项 让他不要重新贩售之前的专辑 却遭到了拒绝 为此他只能找到自己公司的顶流明星莫难 让对方回到韩国和尹兰州打擂台 参加过的综艺节目 等来到了夜晚 玉学外出前和弟弟打招呼 自己今晚有可能加夜班不回来 出门后正好碰见回家的木合 于是告诉他 如果顺利的话 他有可能找到了机号 木合激动极了 想让玉学带他去见一见 玉学告诉他时机未到 不过可以保证对方还是很安全的 原来这些天玉学一直跟踪着机号爸爸 不仅知道了对方要是隐藏的地点 还拍下了对方的值班表 这一次他冒险来到对方的家里正想一探究竟 完全不知机号的爸爸到底有多狠 只因机号小时候的发小大雄 劝他不要再找机号 他就在对方的汽车里动了手脚 差点就让大雄当场去世 玉学来到机号爸家 竟然看到摆放的整整齐齐的四双鞋子 水杯也是四只 紧接更是看到了一张合照 上面的照片竟然是机号爸自己 宝洁和妈妈的合照 玉学有些猛啊 就在这时房间里突然走进来一个人 却是宝洁 看到弟弟的突然出现 他询问自己一家三人 为什么和机号爸在一张照片 随后也明白 机号爸才是他们的父亲 同一时刻 木合也因为一句话猜测到了什么 因为宝洁妈妈说了句和机号相同的话 于是在只有两人的时候 他问宝洁妈妈认识机号吗 另一边的弟弟宝洁知道隐瞒不了 也说出了真相 原来当年兄弟俩就经常遭到父亲的伤害 只闻其声 哥哥就带着机号藏在衣柜里 希望可以躲过这一劫 但是父亲还是发现了他们 还好在他准备下手时 他们的母亲突然出现阻止了他 只不过好像又多了一位被伤害的目标 而让男人如此生气的原因 只是因为在儿子的置物箱 发现了一笔数目不小的现金 他没有询问就直接认定这是偷盗而来 就算哥哥帮他解释这是打工而来 他还是愤怒地指责儿子不要说谎话 见此机号也不隐瞒了 直接说到这是他要逃跑攒下的金钱 愤怒的父亲说到没有自己 就没有他这个人的存在 随后更是把他们想要劝嫁的母亲 一掌拍倒在地 紧接着抄起一旁的凳子要砸向机号 他的哥哥为了保护他挡在了身前 所以头部遭到了重击 为此也失去了记忆 听到这里的哥哥提议把父亲送进监狱 并找回两个人的名字 还要告诉木合他们已经找到机号 但是保洁却拒绝了 并说到一旦如此 他们现在的家就毁掉了 玉学不明白什么意思 因为这里有个不能说的秘密 与此同时 妈妈否认了认识机号 但是木合却感到事情没那么巧合 第二天一早 妈妈找到了保洁 把木合询问他认不认识机号的事情说了出来 于是保洁也说道 爸爸正在跟踪木合 反映爸爸是谁后妈妈有些站不住脚 他有些担心这个爸爸发现木合想要当歌手的事情 于是保洁提议他们可以一起守护木合 另一边玉学单独找上了木合 骗他说已经找到了机号 为了取信他还拿出了当年机号的U盘 里面正是当年他为木合录取的面试视频 还撒谎说机号已经结婚生子 现在会在远处为他加油并不想再见面 但是木合又不是真的傻 凭直觉他就感觉到了不对 就在这时尹兰州的出现打断了他的思路 最近两人又接连上了几次音乐综艺节目 依然是木合在幕后为他代唱 出色的演出效果 加上黄代表的帮助下 他们距离2000万专辑的销量渐渐接近 却在这个关键的节点遭到了徐骏代表的狙击 原来为了阻止尹兰州专辑销量达到2000万 公司代表安排了顶流歌手韩莫奈和他打擂台 刚刚知道此事的木合立即和项目组进行抗议 这样不符合规则 见此手握把柄的经纪人 竟然直接拿他替唱的视频相威胁让他不要多事 无奈的木合只能就此作罢 憋了一肚子火的木合 一脚直接把垃圾箱踢飞 都快忘了自己的力量有多大 就在这时宝洁过来想安慰他 却被木合拒绝 让他不要对自己的态度反反复复 这会让他感到一定的困惑 其实他是埋怨 刚刚在项目组宝洁并没有替自己说话 殊不知宝洁也是有苦难言 与此同时 尹兰州在医院做了检查 他的嗓子其实已经完全恢复 心理压力过大 回到家的木合被叫到了一旁 阿姨想让他放弃成为歌手当一名理发师 其实他是担心记号罢对他造成威胁 这一幕被宝洁看在眼里 于是两人在二楼见面后 他告诉木合不要想理发师的事情 没想到就是这一句话 让木合认为宝洁一定不是记号 不久前他还在想他是不是 但是现在他很确定将宝洁肯定不是记号 宝洁也承认自己的确不是记号 但是当他转身要走时 心里却有些不是滋味 于是他回过身询问为什么 他解释自己只是有点好奇而已 木合说记号年少时的眼神很坚定值得信赖 那不也就是说 他将宝洁的眼神很懦弱让人感到不安吗 木合承认却有其事 紧接着就是对宝洁一顿疯狂的输出 说他摇摆反复的态度让自己感到心寒 根本就不知道他在想着什么 宝洁说自己是有不得已的理由而已 与此同时 玉学在回家的路上想起昨晚和弟弟说过的话 他们改名字好像做了不得已的事情 当年并没有法律可以支持 他们可以合法更换名字 所以用了一些见不得光的操作 另一边基浩爸拿到了大雄的行车记录仪 从对方的日常对话中 知道了大雄和基浩还有联系的事情 第二天节目的录制现场 制作人因为突发懒尾言 所以把今天的综艺项目交给了宝洁来完成 尹兰州也终于要和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莫奈 还是要在电视台进行一场对决 在休息室时 作为节目的临时制作人 宝洁说到今天到场的两人都需要现场进行清场 这句话直接激怒了莫奈 也许他也没有底气现场真的赢得尹兰州 等对方走后 宝洁竟然对着木合几人说 让木合也不要继续代替尹兰州演唱 几人都有些惊讶 尹兰州想解释 不过话到一半就说不下去了 宝洁说如果这期尹兰州继续获胜的话 那么他希望木合可以站上舞台 并让尹兰州在舞台上诚实地说出 最近到底是谁替他演唱 时隔15年 木合终于站上了他的第一个舞台 为了确保节目的正常播出 节目组临时更改了脚本 如果兰州获得的票数胜过莫奈的票数 就让木合站上舞台演唱 兰州感到无语 明明是他的舞台 为什么要让木合站上舞台演唱 其实兰州是担心 担心木合会变成第二个莫奈 口口声声说是兰州的粉丝 却在出名后直接背叛兰州 抢走了本该属于他的舞台 木合急忙解释自己和莫奈不一样 但兰州不敢保证 毕竟人是会变的 木合告诉兰州自己在无人岛上有个朋友 是只海鸥 他们每天分享马铃薯诗 于是产生了感情成为了朋友 然后有次因为台风 让木合的粮食全都毁坏了 他足足饿了十天 就在木合急不择食时 他发现海鸥朋友在复旦 但他并没有偷吃海鸥的蛋 所以他也绝对不会做出背叛兰州的事 不会抢走属于兰州的舞台 就在兰州犹豫时 下一秒节目组的人来给木合化妆 木合本想拒绝 兰州起身表示 今天就是属于木合的舞台 让他们好好给木合打扮 自己则是去读脚本 可兰州读着脚本上的道歉内容 还是不自觉地流下了眼泪 这一幕刚好被李徐骏代表看到 他默默地守在门口 不让别人来打扰兰州 与此同时木合也化好了妆 玉学来找木合时 差点撞上了一个女孩 殊不知那个女孩就是木合 化完妆的木合让玉学愣了几秒 可还没聊几句 就被制作人喊去彩排了 现在的木合也让制作人大吃一惊 和他在无人岛 第一次见到的木合 简直判若两人 木合很好奇 他经常去无人岛 做岛屿环保义工吗 制作人掐指一算 表示最近几天没去 他在大学时加入了 宝洁创办的社团 就一直参加义工活动 但自从找到木合后 宝洁就很少组织义工活动 所以他就没参加 这让木合不禁怀疑 宝洁是不是一直在寻找他 另一边 莫奈将咖啡扔到经纪人身上 声称自己不会上节目的 这时李徐骏代表赶来 让莫奈先参加比赛 之后再上后收拾就好 莫奈根本不想听 就算找一万个借口 但最终如果证明 自己打不过木合 就说明从无人岛生还的 真正歌姬打败了假的歌姬 自己都把新闻标题想好了 可代表觉得这是次机会 莫奈一直觉得 自己输给了从未见过的木合 现在两人相遇了 那就比比看 到底谁更厉害 就在木合彩排完后 他偶然看到 这次的舞台荧幕背景是大海 是宝洁特地挑选的 这让木合想起 当年和机号拍视频的时候 就是在大海旁边 也是那个时候 木合看到了未来的自己 他要朝着那个目标前进 时间回到现在 节目直播终于开始了 兰州看着提词版 内心五味杂陈 就在工作人员 以为他不会道歉时 兰州想起木合说的话 随后他拿起话筒 向观众道歉 这段时间一直欺骗了他们 他用了别人的声音 这个声音的主人 是15年前意外 漂流到荒岛的徐木合 他很想让大家 听听木合的声音 所以参加了这个节目 如果各位想见到他 那就根据歌声来投票 而不是投给歌手 狡猾的兰州很巧妙地 避开了脚本 同时还给木合拉了票 随着荧幕的亮起 木合拿起了话筒 唱起了动人的歌曲 随后是莫奈 紧张的他想用唱歌技巧 来掩盖唱歌实力 随着投票的结束 结果终于揭晓 圣者也将登上舞台 随着屏幕的升起 真正的赢家终于出现了 他就是徐木合 木合缓缓走向舞台中心 这一次他终于来到了舞台中心 宝杰坐在控制室 15年前他拍摄了 木合的第一个音乐影片 现在他的第一个舞台 也是由他制作 木合甜美的歌声 收到了所有人的喜爱与掌声 看着满天飘落的亮片 木合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这一次他终于抓住了梦想 宝杰也为他感到开心 木合回到台下 激动地抱住兰州 现在的他已经死而无憾了 兰州让他做好准备 现在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如果木合放弃的话 就是背叛他 节目结束后 木合收到了一致好评 李旭俊代表也让经纪人 把木合的联系方式给他 制作人要来了一张节目手卡 他要去找木合签名 这是他出道的第一个节目手卡 说不定可以靠这个买一间房子 一旁的宝杰听后也要来了一张 就在他开心地去找木合签名时 在电梯里遇见了玉学 与此同时 不想等电梯的木合来到楼梯间 刚好撞见玉学在和宝杰谈话 这一次两人的意见产生反转 玉学希望宝杰继续用假名字生活 忘记以前不好的回忆 但宝杰这次必须要让木合实现梦想 他已经隐藏自己15年了 无论是父亲找上门 还是家庭破碎 他都要告诉木合真相 然后实现他的歌手梦想 楼下的木合一脸震惊 他来到一旁透透气 不料却看到基号父亲 站在电视台广场 木合将手机关机 他要直面内心的恐惧 他找到基号父亲 主动和他打招呼 基号父亲询问木合 他的两个儿子是否过得很好 虽然木合解释自己并不知道 可他却忘记了当时长春岛的人 都以为基号父亲只有一个儿子 木合听到他有两个儿子时 并没有感到惊讶 作为警察的他看得出来 木合在说谎 而基号和财号就躲在他的附近 木合不知所措 只能选择赶紧逃离这个地方 这一次他好心却办了坏事 如果现在自己回家 那基号父亲就会找上门 宝洁和玉学就会有危险 于是木合来到火车站 买了能抵达最远的车站的火车票 与此同时 回到家的兰州将木合的衣服包装好 给他写了一封祝福卡片 下一秒保洁和玉学赶来 他们联系不上木合 兰州急忙查看手机 看到木合发来的短信 对于木合来说 舞台不是梦想而是玛丽 尝过一次就明白了这苦涩的味道 让他觉得吞下去可能会死 意识到情况不对的宝洁和玉学 立马开车去找木合 此时的木合则是来到了一处乡下 这里就像无人岛一样 他们应该不会找到这里 殊不知宝洁和玉学已经找到了这里 他们却多次错过了 木合走进一家小餐馆 老板认出木合是那个来自无人岛的歌姬 赶忙让他给自己签个名 但木合表示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 他欺骗了兰州 他偷了海鸥的蛋来吃 可他却说谎自己没有吃 那是他唯一的朋友 却成为了敌人 看到木合哭得如此伤心 不知情的老板娘也不让他签名了 下一秒宝洁坐在了木合旁边 木合很好奇宝洁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原来因为木合的一战成名 让他无论到哪都会受到别人的关注 宝洁就是这样找到他的 老板娘好奇两人的关系 宝洁解释是初中同学 两人来到林间小道 宝洁为了让木合回家直接爆出了自己的身份 承认了自己就是记号 木合不相信 为什么宝洁要这样对自己 自己找他使他躲了起来 该躲起来的时候他却又出现 对木合来说 无论现在还是未来他只是江宝洁 可自从宝洁在无人岛发现木合的那天 他就后悔了 他后悔自己不是正记号 希望当时是他第一个找到木合的 他比任何人都希望木合能够活着 镜头一转 宝洁喊继父吃饭 正当上楼时 他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宝洁不敢相信 他下楼看着镜子里的男人 恐惧感顿时涌上心头 下一秒男人迅速拿起旁边的剪刀 朝着理发师刺去 还好这只是一场梦 缓过神的宝洁立马下楼 将所有的照片收了起来 妻妇得知宝洁梦到了那个男人 将剩下的照片收了起来 提前做好防范总是没有错 如果那个男人找上门来 他会保护他的家人以及木合 原来宝洁一家都是用假名字 和假身份生活了15年 当年记号父亲砸伤了财号的头 而他也被派遣到长春岛工作 所以他只能带着记号一同前往 母亲则是留下来照顾财号 这大好的机会母亲怎么可能放过 他让记号暂时不要反抗父亲 然后等到春天就来找他 并塞给了记号一捆钱 等财号意识一恢复 他就带两人躲到父亲找不到的地方 他会在邮箱后面写上地址 让记号不要放弃 一定要逃离父亲的魔爪 字幕和流落无人岛后 记号终于在某个夏天成功逃离了长春岛 他来到母亲留下的地址 是一家炸鸡店 老板认出了记号喊来了记号母亲 母子俩一见面就拥抱了起来 母亲很感谢记号能够坚持下来 并把他遇到的天使介绍给了记号 原来为了更换姓名和身份证 母亲特地来到很偏僻的乡下咨询 负责接待他的正是现在的父亲 他问能不能不让父亲知道改名的事 但这很难办到 毕竟记号父亲只要申请户籍卷本 就能够得知改名的事 父亲觉得母亲可能报了警 但是没有用 所以才会辛苦地拖着那双腿躲到乡下 于是他追上母亲 带他逛逛这个村庄 并了解到母亲的故事 后来他想到在他管辖的地区 刚好有一家人失踪 那户人家也正好有两个儿子 所以他们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就这样他们成为了一家人 每天都过着开心幸福的生活 同时宝洁还不忘给木合祈祷 他相信木合一定在某处努力地活着 时间回到现在 木合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初恋 但他意识到自己可能会给记号一家带来危险 还是拒绝回家放弃当歌手 之后赶来的玉学告诉木合 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在自私地活着 只有木合还在考虑别人 让本来同意木合躲起来的玉学 难以说出他想说的话 等玉学走后 宝洁让木合如果觉得对不起他们 那就给他们钱 大概需要32亿韩元 顺势掏出节目首卡让木合签名 因为篮球运动员迈克尔乔丹的 第一张签名球员卡 拍卖出了32亿韩元 也许木合的第一张签名会很值钱 如果他想帮助记号一家 那就变得出名 出名到那个人永远都伤害不了他们 随后他们带木合来到他们家经常露营的地方 父母也驱车前来 他们想让木合也体验一下 一家人在一起的美好 可看着宝洁和木合亲密的互动 玉学心里五味杂陈 就在他们洗碗时 玉学让两人停下手中的火 简单地开个小会 让他忘记记号和财号这两个名字 他知道两人曾经的关系很亲密 但那份感情到现在还在 而宝洁此时表示自己的感情还在 这让玉学无话可说 继续开始刷碗 晚上一家人围在篝火旁 听着木合弹唱歌曲 美好的歌声让他们沉醉 也许这一刻 是他们暴风雨开始前最后的宁静了 一转头 木合好不容易鼓起勇气继续当歌手 可他一回家却不见兰州的影子 只留下了一个装着衣服的礼盒 那是木合第一次舞台所穿的 衣服下面是被撕碎的祝福卡片 木合看着眼前的一切 仿佛自己再次置身于无人岛 但这一次他不再害怕 他扎起马尾开始整理房间 因为只有这样他才有坚持下去的动力 第二天木合见到了黄代表 但两人都联系不上兰州 因此黄代表没办法 将这段时间的专辑销量资料给他 距离兰州2000万张专辑的目标 只剩下19350张了 木合很是开心 随后黄代表给了木合一堆明信片 这是目前对木合感兴趣的经纪公司 而且还是黄代表精心筛选过的 只要木合加入他们就会马上帮他出专辑 黄代表也拿出了自己公司的明信片 他希望自己也能成为木合的候选人之一 殊不知此时的兰州正在疗养院陪伴自己的母亲 母亲不仅不认识自己 甚至还把自己当作尹兰州 他每天都会搜索兰州的名字好几遍 还会查看每一条评论 他的状态会根据搜索到的结果产生变化 因为兰州东山再起的新闻 让母亲短暂地恢复了神志 但也只是一小会 如果兰州频繁地有正面新闻 说不定会对母亲的病情有所帮助 但兰州已经没有机会在东山再起了 与此同时 李虚俊也接见了木合 他承认自己之前是有点有眼不识泰山 他希望木合可以成为他的王牌 因为木合现在有着很高的关注度 这是无法用钱或时间来计算的资源 如果他能来参加下个月的 一人投资舞台表演 两人就会达成双赢 木合本能地开心了一下 但还是出于自己的内心拒绝了李虚俊 他现在只希望兰州的专辑能卖到2000万张 如果想让木合出专辑 那也是等兰州拿到公司股份之后的事情 面谈结束后 莫奈来找到木合 他承认木合比自己厉害 同时他也有可能和自己一样 成为翻脸不认人的粉丝 他知道兰州是那种一开始和你关系很好 然后突然断了联系并躲起来的人 这是他的专长 木合不信 认为是莫奈自己推舟使然 将一切怪罪于兰州 殊不知木合一到家 就有个老奶奶自称是兰州 来找木合一起唱歌的 原来就在不久前 木合用玉学的手机给兰州打电话 但接电话的是兰州母亲 虽然木合怀疑对方的身份 但毕竟是打给兰州的 就没多想说出了家里的地址 就这样兰州母亲精心打扮 坐着他的电动轮椅来到了理发店 晚上得知母亲去找木合的兰州赶忙回来 确保母亲没事后 他暂时松了一口气 木合给兰州道歉 但兰州已经对他心如死灰 随后他打给李旭俊代表 决定把合同的截止时间提前到明天 木合本想阻止 但兰州心意已决 木合只能呆呆地站在原地 原来之前木合的不告而别 让兰州很是生气 这是他第二次被人背叛 在木合还在无人岛的时候 兰州曾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一个新人身上 他的年纪和现在的木合相仿 虽然缺点比有点多 但他的才华无庸置疑 就在兰州准备孤注一掷时 他选择了放弃当歌手 而那个人正是莫奈的经纪人永关 他在当送货员的时候 在电梯里偶然遇见了李旭俊和兰州 他鼓起勇气将自己制作的专辑拿给兰州 希望他能听一下 看到作词作曲都是他自己 兰州发现永关很有才华 奈何李旭俊只注重商业价值 不愿给永关制作专辑 兰州和他大吵了一架 决定自己出钱帮他制作 就这样兰州帮永关制作了专辑 也让他登上了舞台 但鲜花与掌声却属于当时大红的莫奈 他什么都没有 至此永关便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成为了经纪人 兰州也因此与李旭俊分居 兰州现在不愿把自己的人生堵在 随时可能放弃的木合身上 他放弃了公司股份的竞争 也助回了李旭俊代表家 兰州走后 木合看着桌上的明信片 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就这样木合签约了RZ娱乐 他也将在投资发表会上表演 可李旭俊代表并没有对木合太上心 让他从公司的资料库中 随便挑至歌曲演唱 殊不知资料库里 全是四五年前废调的音乐作品 木合却觉得如获至宝 他决定要把里面的歌都听一遍 木合听了许久 终于找到了一首还不错的歌 作曲人的名字叫做死水 他的说话方式就和死水一样 死气沉沉的 并且他还认识木合并且讨厌木合 木合很好奇他究竟是谁 第二天他便通过口头禅 发现死水竟是永关 永关表示自己绝对不会把歌给他 木合猜测或许兰州说的那个人就是永关 为了得到他的同意 木合开始对他的歌词进行了修改 一直修改到了第二天早上 刚好这一幕被记号看到 他拍下木合修改后的歌词找到了兰州 他向兰州坦白自己就是木合一直寻找的记号 木合那时也是因为他才选择不告而别的 他拜托兰州可以再帮木合一次 与此同时 木合修改后的歌词和他坚定的决心打动了永关 同意木合唱他的歌 至此结合两边的劳动成果 木合最终的表演曲终于制作完成了 充满希望的歌词加上木合清澈的嗓音 让永关听完后不禁流下了眼泪 兰州也决定要亲自帮木合制作专辑 另一边保洁乔装打扮来到长春岛 见到曾经的邻居 邻居很开心他能回来 转头就给记号父亲打电话 告诉他记号的一切 但聪明的父亲知道记号在说谎 他做这一切只是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 他让记号不要再来这里白费功夫了 自己很快就能找到他了 保洁回到家 发现追溯时效只有五年 时间已经过去太久了 于是他搜索了是亲罪 决定放手一搏 下一秒保洁来到父亲家楼下 躲了15年的他决定亲自去找父亲 曾经是警察的父亲很快察觉到不对劲 紧接着在他身上找到了正在录音的手机 随后他开始殴打记号 他辛辛苦苦把记号他们养大 而他们却选择背叛他这么好的父亲 这15年里父亲一直守着这个家 还用薪水给他们买保险 父亲觉得是他们过得太幸福了 所以才觉得他可怜 确实没有他的生活就是很幸福 他让父亲忘记他们去过自己的生活 如果他敢靠近他的家人 他就会立马选择报警 随后记号掏出了兜里的录音笔 他不是不还手 只是为了收集证据 除了这个 记号还收集了15年前父亲打骂自己的证据 也在现在的家里安装了监控 一旦他找过来 他会马上拿着这些证据跑去报警 而如果他去接触木合的话 妻子不会顾忌父子情分 为了不让家人发现他脸上的伤 记号戴起了口罩 发现并没有什么用 于是他来到便利店往身上涂抹酒精 假装成自己喝醉了 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回去的路上 他们刚好看到木合在与一对小情侣争吵 原来这对情侣找木合拍照 却嫌弃他不懂得跟紧潮流 随后记号挡在木合面前 看到比自己高一个头的记号 那对情侣只好选择逃跑 但他们并不会就此罢休 准备在网上曝光木合 此时玉学出现制止了他们 确认照片都彻底删除后 玉学才放心地让他们离开 回到家后 因为记号不胜酒力 玉学立马猜到他是在演戏 问他到底是谁打了他 眼看瞒不住 记号只好把他的计划告诉了两人 如果父亲敢找来这里 他就会拿录音笔去报警 他很了解父亲是个重视名誉的人 即使事情没有按照他预期的发展 他也会承担起一切的责任 殊不知这一幕被楼上的嫉妇偷听到 为了保护家人 他也要开始行动了 虽然记号嘴上说着会负责 但他还是很害怕 木合抱住记号安慰他 第二天记号父亲找到一位警察朋友 递给了他一个一拉罐 这个一拉罐是当时记号不小心触碰过的 他特地保存了起来 想让朋友通过指纹查验那天来的是否是记号 与此同时 玉学在车上看到行车记录仪 想起之前自己曾跟踪过父亲 或许他的行车记录仪上记录了父亲的犯罪过程 因为已经过了很久 4月4号的视频已经被自动清理了 好在部长有个认识的朋友能够修复数据 他预感这将是个头条新闻 立马帮玉学联系 就在玉学倒咖啡的间隙 部长告诉他影片修复好了 已经发到了他的邮箱 玉学立马查看 果然和他想的一样 就是父亲把大头锋放进了车里 于是他立马跑去报警 可逮捕他还得走一些必要的流程 与此同时 记号父亲正风丸也得到了记号冒充身份的信息 晚上记号排队给木合买饺子 突然他在监控里看到生父竟在自己家中 而家里只有木合和母亲 记号立马往家里赶去 此时正风丸找到了逃跑15年的家人 原来他们一直就在木合身边 木合第一时间发信息给记号 特地让他去买药牌很长时间的饺子 记号父亲来到这里 奉劝记号母亲带着两个孩子搬回去住 即使木合报警也没用 他来找他的家人有什么错 更何况他们现在是盗用身份的罪犯 警察过来只会抓走他们 为了保护记号一家木合选择报警 就在正风丸想借此机会告发他们时 财号和记父走了进来 记父说他们自己自首了 原来记父这几天并没有去参加插花培训 而是去警局自首 那些花都是他在花店买的 他知道这件事瞒不了多久 迟早有一天会成为他们的弱点 现在自首说不定还能得到缓心 正风丸一看到他就愤怒不已 如果不是他 他的家人就不会离开他 木合想拉住正风丸 却被他一把甩开 好在财号及时挡在木合身后 但他的肩膀也因此受了伤 此时的机号还在驱车赶来的路上 眼看正风丸就要对木合动手 财号直接压倒他 虽然自己没有之前的记忆 但看到正风丸的脸就愤怒不已 就在他准备挥拳替家人出气时 被木合等人及时拦住 这一拳要是挥下去 财号也会被警察抓走 过了不久警察赶来抓走了正风丸 财号也被送去医院治疗肩膀 姗姗来迟的机号看到家里一团乱 家人和木合也受了伤 机号满眼的心疼 木合也因承受太多倒在了机号怀里 躺下后的木合让机号忘记以前不好的记忆 正风丸没有资格存在于机号的记忆里 没有资格获得幸福 就在第二天 真正的保洁一家被发现 原来他们一家在二十年前投合自杀 等水位下降后才被发现 这件事很快就登上了新闻头条 机号他们的罪行也被广而告知 他们也成为了众矢之地 即使是六年的老顾客 都不留情面地散播他们的谣言 这个时候木合勇敢地站了出来 可木合说再多 在他人看来只不过是物以类聚罢了 这一幕被楼上的机号看到 他也默默地做了个决定 因为木合之前放弃歌手的梦想是因为机号 所以兰州约见了木合 木合根据地址来到一家老式音乐餐厅 兰州早已再次等着他 殊不知兰州也约见了机号 看到木合在这里 他只能选择躲起来偷听 见机号来了 兰州告诉木合这里是他梦开始的地方 在他刚想成为歌手时 他被黄代表和妈妈带来了这里算命 只要被这老板娘看一眼面想 就能知道他会不会走红 老板娘也是干脆利落 只要买下他手上的黑金挂件就能走红 但必须喊出很高的价格 他才会卖给他 妈妈让兰州报价十万韩元 而兰州却做了个很大胆的决定 他说出了身上所有的钱 还有以后赚的每一毛钱 现在问题抛给木合 如果他想成为歌手 兰州就会帮他制作专辑 但兰州有个条件 那就是让木合不再联系机号一家 现在机号家的情况 势必会成为木合成功路上的绊脚石 这个世界是现实的 对人们而言机号他们是罪犯 没有多少人会同情他们 兰州给木合一天的时间考虑 他等不了太久 随后他起身离开 来到门口把当年买的挂件交给机号 这一次他必须要自私一点了 他看着曾经机号给他的鞋子 是时候该与过去做个告别了 就这样木合离开了机号家 可没走几步就下起了大雨 木合看着自己脚上穿的鞋子 也是机号送给他的 这一刻他明白自己离不开机号 只要看到那双鞋子就能想起机号 他要把他带走 下一秒机号来到他家 看到地上的行李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带着木合来到一处新家 这是机号在无人岛找到木合之后 就准备给他住的房子 但才号偷偷让他住在顶楼 导致现在才告诉他 机号把一切注意事项告诉木合 这次他要像以前一样 帮助木合实现梦想 他现在就专心成为歌手 如果实在坚持不住就来顶楼找他 他会把他空着等着他 机号将挂件交给木合便离开了 只留下木合独自哭泣 就这样木合切断了与机号家的联系 开始专注于制作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可世事难料 兰州找人代唱抢夺股份的新闻被人发布 为了减少木合的丑闻 兰州决定自己实话实说 承担一切的责任 木合也要实话实说 即使有再多的阻碍 他都不会放弃当歌手 都会迎难而上 可在发布会的前一天 木合怎么都想不好明天如何回复媒体 此时玉学约他见面 原来他早已经帮助木合写好了声明稿 由于玉学在电视台工作的原因 他知道媒体到时候会如何给他们挖坑 于是帮他制定了应对策略 第二天发布会召开前夕 李虚俊找到木合 让他没必要这个时候澄清一切 这会耽误他的前途 毕竟他的专辑即将要发售 如果被人借次打击 他的低了生涯可能就此中断 但木合却坚持了自己的选择 发布会正式开始 兰州真诚地向媒体承认了自己找人代唱 以及与李虚俊代表之间关于对赌协议的事 木合也承认了自己帮助兰州的原因 因为兰州是自己的偶像 支撑了自己在无人岛的时光 他想让自己的偶像能够振作起来 于是鼓励兰州夺回自己应得的东西 然而两人的真诚并未换来媒体的善良 转头嘲讽兰州过气 还企图夺回公司股权的新闻就上了热搜 然而更让兰州气愤的并不是媒体 而是李虚俊 因为是他收买了报道的媒体 两人大吵了一架 兰州也离开了李虚俊 再去木合家的路上 母亲打来了电话 兰州一直不理解母亲 为什么一直把自己当作兰州 木合则向他道出了原委 原来兰州母亲小时候的梦想 一直是成为一名弟了 一名就叫兰州 此时兰州才知道 母亲一直把自己的梦想寄托在自己身上 此时另一边的基号和财号也不好过 不仅担心木合和兰州 自己一家也面临冒名案件的审讯 此时财号向木合说出现在的状况 基号走来 他在送木合回家的路上告诉他 案件没有结束之前 不要再联系自己和财号 显然他是害怕自己家的事 对木合造成不好的影响 然而木合却表示 无论他受到怎样的惩罚 自己不会离开他 第二天审讯正式开始 郑峰丸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说自己是受害者 被家人抛弃之类的种种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要严惩这一家人 然而养父却主动认错 还故意想要撇清记号和财号的罪责 检察官也不傻 看得出谁是真的为孩子好 到了两兄弟的审讯 此时养父说出了当初为儿子们购买保险的事 借此想要体现他对儿子的胆情 然而这正好是检察官想要追问他的 因为当初办理保险的业务员 是基号的同学大雄 当初他因车祸昏迷 此时他已经苏醒 说出了郑峰丸对自己的威胁 以及当初自己出车祸的原因 也正是因为郑峰丸 审讯结束后外面下起了大雨 此时木合拿着伞出现 他用行动表达了自己对这家人的支持 另一边兰州为了木合的专辑 特意约了一家很难排的场地 然而木合却选择把机会让给了兰州 因为他想要偶像在母亲面前完美谢幕 在美丽的舞台上 听着兰州演唱自己多年前唱过的旋律 母亲倍感欣慰 自己的女儿终于完成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 镜头一转 永关把兰州演唱的视频发到了网上 真挚的感情打动了很多人 于是媒体的风向也发生了改变 支持兰州的言论也越来越多 时间一转 兰州母亲去世了 而在他收拾母亲遗物的时候 发现了母亲留给他一个很大的惊喜 原来母亲保存了兰州专辑出口日本的资料 如果加上出口日本的专辑数量 他的专辑销量早已经超过了2000万张 这也就是说兰州已经拥有了公司的股份 另一边的记号一家也收到了好消息 因为证据不足 检方做出了不起诉的处理 一家人终于放下了心中的石头 晚上众人准备一起庆祝 然而在买蛋糕回来的路上 正风丸对养父下了手 他倒在了血泊中 镜头一转 养父被送到了医院抢救 生父也选择了了结自己 不过他死前还是恶心了一下兄弟俩 因为母亲并没有和父亲离婚 所以养父和母亲的婚姻没有法律的保护 如果养父抢救无效去世 那么他就没有机会和母亲真正的结婚 和姬浩财浩也不算是父子关系 看着遗书的内容 姬浩痛苦不已 他们兄弟俩早已经将养父当作自己的亲生父亲 从养父那体会到真正的父爱 而目前唯一的转机就是养父能够苏醒 于是在养父的病床前 兄弟俩倾诉自己对养父的感情 此时母亲的泪水也已经决低 当年自己为了保护两个儿子 偷偷和这个男人拍了张甲的婚纱照 他与养父之间的感情早已超过家人之间的感情 也许是被真正的感情所打动 养父最终苏醒了过来 原来养父从小是一个孤儿 从小没有得到过父母的爱 然而这家人的出现 陪伴了他走过人生最美好的年华 也成为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之后养父和母亲终于领了真正的结婚证 他们也终于成为了真正的一家人 反观生父这边 孤独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也许是对他最好的惩罚 一切事情解决后 一家人的经历让他们得到社会的谅解 兄弟俩也回到了工作岗位 恢复了原来的名字 父母也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迎接幸福的人生 此时兰州也有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在得知木合的出道区被调换后 他找到了李虚俊代表理论 表示虽然莫奈是公司的主打歌手 但不能如此的霸道 还说正是因为他总是自己做决定 他才想要公司的股份的 而李虚俊正是因为这样 他才不能给兰州股份 因为他总是感情用事 此时兰州拿出了母亲 留给他的专辑出口证据 然而此时李虚俊却说出了实情 原来出口证据曾经被兰州母亲 用碎纸积粉碎过 而正是李虚俊将碎纸一张张拼接好的 因为兰州母亲想让女儿 一直是一位歌手 而不是所谓的公司代表 而关于木合歌曲的调整 也是自己谨慎的决定 他向兰州表示 如果自己这次的选择错误 自己将会卸下公司代表的职位 同时放弃自己的股份 同时他让兰州尊重木合的选择 果然 在听完新的歌曲后 没想到木合异常的喜欢 这也证明了李虚俊的选择是正确的 玉学因为之前养父差点离开自己的事 开始不再隐藏自己的感情 于是准备找到木合表达自己的心意 然而木合却称他为哥哥 这让玉学瞬间急了 他不想自己和木合仅仅是兄妹的关系 因为他早已经爱上了木合 然而此时两人见面的场景 被弟弟宝洁看到 他瞬间猝意上头 直接离开了这里 而木合则给了玉学一笔钱 让他转交给宝洁 因为宝洁之前帮自己垫付了房租 如今自己有了钱 这钱肯定是要还的 原来在木合离开无人岛后 一直是宝洁在帮助木合 在他被救出无人岛的第一时间 宝洁就已经帮他找好了住的地方 此时玉学也意识到 自己对木合的帮助总是比弟弟晚了一步 夜里 玉学问弟弟 自己之前在无人岛发现木合是偶然的吗 此时宝洁说出了一切 原来在过去的十年间 宝洁一直在各个无人岛做志愿者 就是为了找到木合 那天玉学能够在无人岛找到木合 也是因为自己跟到了那里 所以一切都不是偶然 而是必然的 然而在知道弟弟从来没有将这些事告诉木合时 他又责怪弟弟不懂地表达自己 显然相对弟弟对于木合所做的事 哥哥玉学选择了放弃 此时宝洁听从了哥哥的话找到了木合 他终于表达了自己全部的爱 他问木合 自己在无人岛发现他是不是偶然 没想到木合早已经知道了他做的一切 他知道宝洁在自己失踪后把水族箱打破的事 知道他会在海边等待 知道他会找兰州姐帮助 知道他在众多的无人岛寻找自己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事 怎么可能是偶然呢 此时宝洁发现了木合的歌词本 里面的歌词满是木合对宝洁的爱 两人甜蜜的画面被哥哥玉学看到 虽然心里很不好受 但他已经整理好了自己的感情 接着木合开启了他的歌唱事业 虽然自己歌曲的排名远在莫奈之下 让兰州急得不行 但木合却总是抱着积极阳光的态度面对着一切 接下来的一场活动中 兰州准备给木合一场惊喜 此时兄弟俩也来给木合打气 终于登上属于自己的舞台 看着台下粉丝热情的应援 木合极感动又震惊 他全心投入到演唱中 故事的最后 木合演唱的这首歌成为年度歌曲 他也站上了更大的舞台成为了真正的低落 而宝洁也在幕后成为他的支柱 感谢与小帅一同看完这部剧 我们下部剧再见 感谢观看